至于国际焦点奥旦宁来关注的就是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公布的最新评估 针对了俄乌战争的部分 专家认为普京的野心不只吞并乌克兰 接下来还可能剑指波罗的海三小国 包括了拉脱维亚、立陶宛跟爱沙尼亚 发动攻击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法国总统马克宏则当场宣布 再加码援助乌克兰40枚的长城巡弋飞弹 发现俄军BMP坦克试图闯入阵地 乌军马上开着美智的M2 布雷德利战车狂轰 把俄军坦克打得一路退 连战车都解体了 寒冬陷入苦战 乌军死守岗位 士气虽然高昂 但是兵在厉害 没有武器弹药 这仗要怎么打下去 大雪中乌军继续用美智的M109 自走炮车射击 看似有火力 但实际上是 重型自走炮 常陷进湿滑雪地里 一天能发射的炮弹 还是限量的 我们需要炮弹 我们需要炮弹 我们需要装弹 我们需要装弹 我们需要技术 我们需要技术 和俄罗斯从北韩获得百万枚炮弹相比 实在大的结局 在阿夫迪夫卡的外围 另一支名为Omega的乌军特种部队 还因为缺乏西方弹药 得搬出三四十年前苏联时期的老掉牙武器 结果在零下22度的严寒天气里 卡弹了 该打的没能打成 赶快拆卸火炮换位置 就怕被俄军发现 折腾好几个小时 终于成功发射三枚炮弹 作战效率一落千丈 那么美国614亿美元的 缘污预算放不放行 拜登最新和朝野两党 以及国会领袖开会 结果还是各执一词 倒是欧盟在打包票 缘污不会跳票 欧盟承诺到2027年前 会提供乌克莱500亿欧元资金 亲厄的匈牙利去年12月份 否决提议 引发议员痛批 绝不能让普清傀儡得逞 同时间在瑞士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 乌厄也是全场焦点 马克宏除了口头力挺 还宣布2月份会出访乌克兰 并且加码援助40枚的暴风影 长城巡弋飞弹 而同样也亲自出席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虽然当面感谢西方支持 却也有很多埋怨 泽伦斯基批评西方不敢 和普清正面对决 害得他们措施良机 另外在俄罗斯境内 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 反政府抗议 有一名环保人士 疑似是因为发表 对乌克兰的反战言论 被判刑 引来近万人抗议 但这似乎不会影响到 普清的选情 因为他还很高调的视察 竞选总部 感谢年轻人支持 对于这次的大选 是信心满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虽然从加萨 撤出了一个失的兵力 不过加萨依然炮声浓龙 包括了纳法关卡 还有多家的医院 持续遭到乙军的炮袭 其中纳瑟医院 多达7000人被迫撤离 而军事专家表示 虽然加萨被封锁17年 但哈马斯还是有管道 拿到弹药跟武器 黄昏时分已军再度出动 这次目标锁定轰炸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台 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把驻扎在加萨的四个失中 其中一个是撤退离开加萨 说是要降低战争强度 但事实上加萨地区从北到南 依旧传出激烈交战声 因为以色列仍然在清剿 参与的哈马斯武装势力 以色列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驻扎在加萨的三个失 分别在北中南三个地区作战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再度高喊要一口气把哈马斯打趴 只是想要瓦解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加萨遭到以色列封锁 长达17年 哈马斯却还是有能力 透过私下管道 拿到武器弹药和生产零件 军事专家透过哈马斯影片分析 他们拥有的一些武器 包含来自伊朗的狙击枪 北韩和保加利亚制的RPG 甚至还使用大陆生产的武器零件 除了这些国家提供的武器 伊朗还在背后帮忙训练哈马斯 如何自行生产武器 不过以哈猛力护轰下 持续受苦受难的还是加萨老百姓 越来越多家庭被炸到家破人亡 就算能活下来挂采送到医院也不见得安全 因为南部甘油尼斯最大的医院纳瑟医院 周围又遭遇袭 躲在院内避难的百姓再度被迫撤离 在往南走拉法也被惨轰 住宅被炸得坑坑巴巴 许多加萨人走投无路 沿着加萨埃及边境的栅栏 隔空向埃及边境警卫喊救命 加萨物资缺乏 拉法现在沦为排队境地 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想要帮手机充个电 提水或领食物 通通都得排上四五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还会扑空 联合国也派专人到埃及 视察援助加萨的物资配货中心 另外在法国和卡达的斡旋下 首批针对被绑架人职送来的医药品 也在周三运抵加萨 这是以哈开战以来 哈马斯第一次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 送药品给手上人职 这项协议也包含援助加萨百姓的物资 只要每提供人职一箱医药品 就会发放一千箱物资给巴勒斯坦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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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